1972年1月1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惠林市,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专业,北京大学艺术系研究生,中国内地主持人演员,文青曾是央视最红女主持之一。 文青算得上幸运,刚毕业就被分配到央视做主持人,进入央视之后,文青先后主持了生活开心词典音话时尚,事业上一直顺风顺水。 2000年至2002年曾担任过两次春晚主持,也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。 但是在05年,他却突然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,离开央视转到中央电视剧制作中心当演员,他的理由是央视工资低,无法满足日常需求。 文青做主持时曾先后获得央视十家主持人,五个一工程奖,星光奖,观众最喜爱节目主持人。 相比之下,转为演员之后却默默无闻,07年文青主演天仙配,2010年签约影视公司,正式踏入演艺圈。 先后出演龙门镖局七年之样等等,但是作为演员的他却没有让观众记住,而且很多作品都是配角身份,事业发展得不顺,让他把重心放到了家庭上。 文青丈夫王小斋是一名医生,两人有一个儿子,曾有记者采访文青,演员和主持人哪个更赚钱? 文青巧妙回答,我没有具体统计,但是吴对名里不是太在意,分保肯定不成问题。 文青还表示,不管做哪行只要努力就一定能赚钱。 文青